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收看超级航科 YouTube版本的北极Nunaford之旅 北边的东西很贵 生活物资又短缺 令东西很贵 究竟有多贵呢? 生活物价又如何? 今天欧宇航特意和你们来到 Equador最大的超级市场Northmark 和大家查询 这里的生活物价究竟是怎样的 Let's go 全市有两间主要的超级市场 再加上我上周介绍过那间药房 走进去基本上和大家平时走开 在大城市的超市没什么分别 至于价钱 和大家首先看看生果蔬菜 虽然比多人多贵少少 但又不是相差得这么交关 一代产七个多银钱 另外这边的苹果都是9.99一袋 其他蔬菜甚至面包和豆奶 这些基本粮食 都跟多人多可以说差不多很远 大家千万不要被那些生果蔬菜的价钱握到 事关你走进去少少 你就会发现很多东西是贵到欠你一条 就例如汽水那样计 平常我们多人多这边 五六元就一双十二罐可乐 这里多钱呢?你们自己看看 另外在这里的果汁也算是奢侈品 但是说到最夸张的 甚至令我最惊讶的 莫过于这里的厕纸 和这一样在大城市 例如Costco 标志是买三个多四元一箱的瓶装水 你们大家看一看价钱 其实如果不计价钱的话 这里的物资和南边的大城市一样 在Northmark里面 一样有各式各样不同种类的货品出售 不告诉大家 又或者不是标志上面的 在这里的文字 你们都以为我带了你去多很多 普通一间商场行街 其实为什么有部分货物可以这么便宜 另一部分又贵到飞起呢? 当中当然有部分由政府资助 大家看看这张超市单据 就会知道一清二楚 当中这个叫做NNC的计划 其实就是联邦政府 对某几类基本的新鲜粮食所提供的补贴 所以例如生果、蔬菜、肉类这些要新鲜 兼且只可以用飞机空运上来的食品 就获得补贴 相反瓶装水和刺子这些 非常之压订又重的货物 就变得異常昂贵了 除了价钱之外 其实在Equalawad这里居住 原来也有很多不同的生活小智慧 在大城市住惯的我们未必知道 大家来到Equalawad 特别是走开住宅区 你们都会发现很多大水管 在住宅区中横满布 平常在我们大城市 污水渠、食水渠都会全埋在地下 但在这里就全部上了地面 为什么呢? 原来内内有乾坤 由于Equalawad这里的土地属于冻土 即是地下受到长年的冰封 所以污水渠甚至食水渠 是不会埋在地底 若然真的要埋在地底 市政府也会有污水渠的加热站 防止污水结冰导致淤塞 只不过在Equalawad这里 塞厕所原来是家常变化 至于一些在城区以外的地方 更加需要用市政府的车辆 逐家逐户送上食水 以及用他们所谓的黑水车 逐家逐户将污水泵走 另一方面 就连这里的房子都因为冻土的关系 而不能开地露 他们的地基是要打得非常之深 所以大家看到这里的房子 基本上全部都要升起了 来防止冻土的原因 令地基不稳 例如Equalawad有另一个奇观 就是我身后的货柜 千万不要以为我站在工业区 制造业区 其实我身后是一个住宅区 为什么住宅区都放了这么多货柜 原来都有另一个玄机 主要原因都是那样 运输成本非常昂贵 所以以往很多人都会在夏天 一次过用船 将一整年的生活物资 用货柜运上来 虽然这里有很多人的家 都是放了货柜箱在树 但随着Amazon免费送货 扩展到Equalawad 再加上这里的邮政服务有所提升 很多人现在就不需要再用货柜 一次过将一整年的货物 全部运上来 不知道听完以上 那么多关于Equalawad的生活资讯之后 有没有令大家心动动想搬过来这边住 只不过就算想来玩一会 也有些小提示需要大家特别留意 有人提醒欧预航上来Equalawad 记得想多人多按下现金 事关这里不是很多银行 有三间 这里其中一间 其实绝大部分游客接触得到的商户 都是会收信用卡 但你们都是最好在出发之前按下钱 再者这里除了RBC和CIBC 以及一间原住民银行之外 就没有其他银行和他们的桂园机 叫大家按定五元十元 税银上来不是拿来封离市 而是拿来乘的士去用 这里叫的士 其实可以说是家常便饭 由于城市不大 再加上又没有巴士又没有Uber 基本上乘的士 和我们在多人多乘巴士地铁一样 城内任何地方乘的士都能去到 只要你打电话上的士台 很快便会有的士到 事关这里的的士 不是段路程长短计 而是段人头去计 去全市任何一个角落 无论长短 都是或一收8.75元 还只是收现金 所以带着散子税银上来乘的士 有利益 还有这里银车和坐车 是没有法例规定一定要戴安全带 所以这里的的士 基本上是找不到安全带的 同时间引伸出来的 很多人都会问 来到Equala 用不租车呢? 我就认为不用全部日子都租了 就这样截的士 基本上都可以在市镇里玩得到 另外在天气暖和的五月到八月期间 走路都不失为一个好的选择 另一方面 Equala的租车比较昂贵 兼且不是经常有车可以租得到 就像我这样 只是租了两天 玩了比较偏远的地方就完成了 至于说入油 这里真是奇景 全市只有三个油站 兼且是全年或一价格 2022年6月这一日 仍然卖1.2451公升 比起我们南边的大城市便宜成接近一半 千万不要以为汽油又有政府补贴 事关这里每年只是在夏天时分 会利用混油论 将全年整个城市需要的燃油 混上来 而油价就是以当时的零售价格来定 所以1.245这个价位 其实是2021年夏天时候的油价 其实当地人都非常担心 未来在2022年下半年的油价 会一下子跳升一倍 所以各位想上来玩的话 真的要趁早 因为油价还不太贵 今集的时间又差不多了 下一集 欧宇航就会正式带大家 出去游览一下 Equadua市内不同的景点 进一步了解当地原住民的文化 以及参观这个市镇当中 非常多得意又有特色的建筑物 下星期 记得留言我们的超级航货 北极Nunavut之类的第三集 下星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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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星期再见